《南京大屠杀》 另一个杀了106人,还被日本的报纸大肆宣传,成了英雄。不过,在《南京大屠杀》期间,这两个人杀的中国人还不是最多的。杀人最多的叫田中军级,人数足足有300多,比野田义和向井敏明加起来都多。 这个田中军级说起来,也不是范范之辈,毕业于大名鼎鼎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,侵华时期担任日军第六师团中队长,级别比野田义和向井敏明多高。 攻占南京后,武藤章下达了一条指令,由于南京城外宿营地不足,日军官兵可以在南京市内随意选择宿营地。 从此,南京陷入了一场浩劫,就在野田义和向井敏明比赛百人战的时候,田中军级在另一条路上,开始了更加疯狂的屠杀,去统计光他一个人,一把刀就杀害了300多南京市民,醉了滔天。 但是,二战结束后,由于国民政府把重点放在了处理那些大战犯身上,这使得田中军级,野田义,向井敏明当人,都混在被遣返了日军里,逃回了日本。 然而,天网恢恢疏而不落,时任远东国际法庭,东方代表团成员的高文斌,偶然中翻出了三十年代的东京日日新闻就刊, 看到了百人战,抄记录这篇文章,顿时怒火中烧,高文斌将袁建复印,并致电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,请求通缉两个漏网之鱼,野田义,向井敏明。 很快,南京方面也传来消息,一定要将其追查到底,但是,在茫茫人海中去找这两个家伙,如同大海捞针,连他们是不是还活着都没办法知道。 然而,天理昭昭,时隔一年后,有一个战犯居然自己找上门来了,那天,在日本东京赤板路的一家鱼丸店内,一个嘴,九男子和老板打了起来,嘴里还不停地叫嚣,老子当年一天就杀掉了几百个中国人,你还敢跟我要钱? 此话一出,立刻引起了正在巡逻的国际宪兵队的注意,马上冲进去,把他抓了起来,这个叫嚣的人,就是田中军级,而且,还有意外的收获,在经过对田中军级的突击审讯之后,国际宪兵队了解到,他跟野田义,向井敏明这两名战犯居然还有联系,这样一来,原先的打难题都迎胜而解了, 图,从左至九,向井敏明,野田义,田中军级,在田中军级的交代下,国际宪兵队对藏身落而倒的野田义,实施了突然袭击,据说这个家伙当时正在街边摆摊,一开始还想撒泼耍无赖,蒙困过关,不过谁叫你当初上了报纸呢? 那张丑陆的脸,想爱也赖不掉,接着,又在野田义的交代下,国际宪兵队在山口县的一个小山村,逮住了伪装成平民商贩的向井敏明,百人斩的三大元凶,就此就别重逢了。 1947年12月18日,南京军事法庭对三名凶犯进行了公审,判决书如下,被告人员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,细违反海鸦路战规律,以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,已构成战争罪和反人类罪,其以屠戮平民认为武功,并以杀人作敬赛于了,可谓穷凶极恶,满汉无语伦比, 是为人类毛贼,文明公敌,并当庭宣布处以死刑,第二年1月28日,田中军级,也田义,向井敏明,在南京与花台刑场被枪毙,恶魔终于得到了清算,当年惨死在他们刀下的五百多亡魂,也甘明目的,历史客栈作者,水墓有趣味,有思维,有品味的三味历史,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MASHAUA108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